大家好 我是Archia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给RM模拟器添加游戏 添加游戏的缩略图 这个视频教程可能比较长 因为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多 如果特别长我会分为上下集 我用的这个RM模拟器 是从论坛里下载了整颗包 然后又添加了几个自己喜欢的游戏 比如这个76合1 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下载的游戏RM文件放在什么地方 从论坛下载的整颗包 它的RM模拟器和RM模拟器的主程序是分开的 进入RM模拟器夹 这个文件夹下面有很多目录 目录的名称就是游戏平台 比如FC 任天堂的红白机 这里面都是FC的游戏 点NS文件 第二个76合1点NS 是我从网上找的 你可以把你要添加的游戏点NS文件 复制粘贴到这个目录 文件别支持中文 那前面这个000是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目录默认是001开始的 我的游戏要放在前面 所以给它前面带了三个0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游戏让母放在哪 如果是PS游戏是放在这个目录 每个文件夹是一个游戏 如果是CPS1是在这个目录 第二个知识点 RM模拟器的游戏列表 进入RM模拟器的主文件目录 这里面有一个playlist 这是游戏列表的目录 进入这个目录之后 可以看到不同平台的文件 这个FC.lpr文件 就是FC平台的游戏列表 每个平台的游戏列表 对应着一个文件 下面是第三个知识点 用什么文件打开这个LPR文件 我用的是微软的一款免费编辑器 VSC 不建议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这种文件 在保存的时候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 关于游戏列表 设计到的知识点很多 各位注意听好 这个游戏列表有两种格式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比较老的格式 它是以大括号开始 大括号和英文的斗号结束 这一组是一个游戏 下面这一组又是一个游戏 这一组里面又有很多行 第一行是游戏的ROM的路径 就是一盘下面的GAME 然后是一层一层的目录 目录之间用两个斜线 最后是文件名.ns 这一行就是这个ROM文件 所在的路径 第二行是游戏的名称 在引号里修改 上面这也是在引号里修改 这个游戏的名称是显示在 显示在这个位置 000空格76合1 然后000空格92结霸 这个文件名显示在这个位置 另外这个文件名也和右侧的 碎略图有关 后面再讲 比如76合1 这个000空格76合1 在双引号里 它显示在游戏里边的名字 就是在这修改 第三行和第四行是这款游戏 用哪个核心玩 下面这是核心的名称 上面这是核心对应的DRL文件 这个可以不用动它 在RA里面也可以修改 比如进入76合1 不要点执行 下面有一个设定核心关联 一共有三个核心 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核心 推荐用这个核心 下面这行保留默认值 然后最后这行 这个双引号里边的名称 和当前这个文件的名称一样 我们在添加新游戏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一组 大括号开始 大括号英文到号结束 把这一段复制 然后在前面多打几个灰车 再粘贴 我们只需要修改第二行名称 和第一行游戏ROM 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就可以了 别忘了这是双斜线 上下这四行都可以保留默认值 先不保存 我们再看一个平台 比如CPS1平台 这也是这一组 第一行是游戏的ROM 第二行是名称 第三行是游戏的核心 其他也是一样的 比如SFC 全是一样的 这种文件格式是老格式 它还有一种新格式 给各位分享一下 进入设置 设置最后 倒数第三个 有一个游戏列表 游戏列表里面 大概在中上屋的位置 这行叫保存使用老格式 如果打开将会使用文本格式 如果关闭将会使用GSON格式 先打开它用老格式 我们再打开一下游戏列表 FC 这是老格式 我们把它设置成新格式 再设置倒数第三个游戏列表 关闭老格式 保留新格式 使用新格式 这是新格式 这个新格式 没有那么多的大括号 也没有双引号 但是它的结构是一样的 一个游戏占了六行 第一行是文件的路径 游戏绕目文件的路径 第二行是游戏的名称 第三行 第四行是游戏的模拟核心 最后这两行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添加新游戏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几行复制 Ctrl C 在上面Ctrl V 只需要修改前两行 第一行是游戏的路径 第二行是游戏的名称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添加新游戏的